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技巧 它因为你要根据你的人物去决定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方面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新鲜的尝试和一个不同的领域 必要的话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 所以她可以为了她喜欢的东西去不顾一切 这是我也非常欣赏她的一点 降它其实说的是倔强的意思 对 然后我的话 其实在生活中有一些我比较有执念的东西 然后可能会比较降 比如说我比较在意的东西 就比如说像音乐方面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作品上的东西 然后可能我有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那么在去决定的时候 可能会去进行一个讨论 这个身份对于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新鲜的尝试 也是第一次去挑战这样的角色 挑战的过程中也让我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首先基本的业务能力就是唱歌跳舞 这是你作为一个偶像来说 要给大家看到的就是基本的业务能力 同样重要 因为这也是你的能力之一 你让别人可以一直喜欢你 也算你的能力 所以说这也是你的能力之一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对于我来说 有人喜欢我 他可以会从很多方面 可能会对于唱歌跳舞 他可能是我的舞台粉 那他可能会从唱歌跳舞这方面 他会喜欢我 那也可能会从个人魅力这方面来说 也有可能会从我的性格方面 或者从我的一些外表的方面 就是有各种的粉丝 他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喜欢我 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 因为这是我一直特别喜欢的东西 而且把它变作我的职业 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接近放弃的时候好像没有 因为我本身自己性格不是一个说 我一定要表现给大家看 或者是我一定要做给大家看 我是觉得说很多事情你踏踏实实地做了 那别人看与不看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首先你要把你自己给做好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想跟他们讲的就是说 这条路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选择去走这条路的话 一定要想清楚你是否真正的热爱他 当然 会 当然对我来说 我觉得舞台是一直要有的 而且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的 偶像和粉丝的关系其实就是 互相给对方力量 然后传达对方的能量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 他们看我跟我看我自己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因为我现在出道时间也没有很长 或许还会有很多不同的面 他们也没有看到 然后我自己也没发现 这个的话需要更多的时间 让大家来挖掘 就是要体验生活 然后去旅行 什么都不想 融入到这个生活里 因为其实 平时艺人的生活的话 他很多时候是在一个工作的状态 然后他很少会 能够体验到那种 就是普通人他们的那种 很平凡的那种生活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如果放下艺人这个职业的话 就是想普普通通的 就是这样一天 然后什么都不想 做一场旅行 就这样 海边吧 海岛城市这样子的地方 那我们就会感动 也就是想打扮 还有一少许还 我们可以拉扮 我们也想打扮 我们就能复актер